你好,这里是张炼视野 中国在全世界广泛树击 在中国也伤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 所以说现在认识到中共是人类公敌的人也越来越多 可能就有一些人身体力行着手打击中共 或者是他们的切身利益 比如说房产受到了中共官员的侵吞 或者受到了跟中共官员行穴一气的房地产商人的强行拆迁 或者他们的其他的财产 就受到了中共攻坚法的掠夺 所以说他们也会打击中共 据中共中央电视台报道 中共驻巴西领事馆最近受到手雷攻击 视频显示一名身材魁梧的男人 看那个样子有点像南美人 但也有点像黑人 他戴着口罩走过中国领事馆的时候 扔了一颗手雷随即跑步撤退 手雷可能是自制的 威力不是太大 好像也没有诈使中共外交官 但是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表明巴西人打响了武力驱逐中共共产党的第一枪 或者是带有一种启发性的第一枪 当然也有可能这是访民的一次警告性的攻击 因为按照一般分析来说 就是说这次攻击可能有两种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可能是巴西 有的人震恨中共向这个世界传播病毒 蓄意的损害人类 所以说可能是他个人的一种报复性行为 或者是某个组织在幕后支持他进行的一种报复性行为 另外有个可能这是访民 因为扔手雷的这名男子 他戴着这个大口罩 所以说他的面部不清楚 他有可能也是一个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访民雇佣的一个巴西人 要知道就是在美国 你雇佣一个美国黑人 去攻击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 也就区区花费几千美元就可以了 而在巴西那种地方 可能呢五百美元甚至一千美元 就能雇一个黑人 或者当地的一个混选 往这个中国领事馆 或者大使馆扔一颗手雷 比如说某个中国访民呢 可能跟中共呢 有几千万元的这个利益纠割 那最好的这个警告措施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警告中共 在某月某日某时之前呢 给予他赔偿 如果不给赔偿的话 就对他进行报复 当然呢 你可以精心的策划 自己去亲身报复 但是呢这样有可能 中共到时候呢 循着线索 说可能是这个人报复 把你的资料呢 提供给这个 在当时所在国的那个警察局 而警察局呢 发现那个时候呢 正好呢你失踪了 或者说呢 那个视频里显示的身材呢 与你十分相似 那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所以最好的做法呢 还是雇佣当地人来干活 在美国呢 想找一个这个黑人 或者这个 这个拉丁美洲人 去攻击中共领事馆 并且给他摸些资历 或者资助 我相信不是一件难事 你在巴西 在墨西哥 在世界各地 都很容易 比如说在非洲 那非常容易的 因为非洲可能几百美元 就能解决问题 在欧洲 也相当容易 因为大量的中东难民 都是拿钱就干活 而且呢 那些穆斯林呢 非常仇恨中共 所以说呢 只要给一些资助 他们肯定乐于攻击 而且呢 他们会干得很漂亮 所以呢 这个巴西的这个行为呢 意义重大 就这意味着呢 以后呢 这类攻击行动呢 会越来越多 因为遍布世界的 中共受害者 政治受害者 包括经济受害者 还有这个宗教 被迫害者 都会在不同的时候 以不同的方式呢 对中共展开报复行动 这种报复行动呢 是有价值的 是符合正义原则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看过 史泰龙演的那个电影 滴一滴血 在那里面呢 史泰龙就向我们展示了 你的基本的人权呢 就是报复的权利 也就是说 当有一些强大的集团 欺负了你 伤害了你 侮辱了你 你有权采取任何方式 进行正当防卫 你可以对他们 打开杀戒 像史泰龙那样 一口气干涉了 几十个美国警察 你也可以呢 就是像这位巴西的 这个手雷大侠一样 像中共人手雷 或者呢 像中国的那个 民间流传的那个 北京大侠杨家那样 拿一把水果刀 冲进这个中共警察局里 一口气 干掉六名中国警察 并且导致另外三人重伤 当然呢 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 制造各种各样的武器呢 其实在网上就能够查到 比如说制作各种各样的炸药等等 然后呢 一口气 你一个人都能干湿 几百个 甚至几千个共匪 所以说呢 这个 这种行为呢 毫无疑问 都是属于正当的行为 因为呢 你没有什么渠道 能够讨回正义 你比如说 你在中国打官司 中国根本就没有一家公正的法院 你在美国起诉中共国 又存在着取证的困难 和司法体系的不同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 直接了当的对中共这个系统呢 进行打击 惩罚性打击 或者警告性打击 尤其是那些访民 我认为他们蓝车队没什么用 他们到各级中共的这个领事馆去抗议 已经进行很多年了 也用处不大 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打击对方 比如说 勒令 就是赔偿 否则呢 就可以警告性打击 而且告诉他们一次会比一次猛烈 你会可能进行多次打击 实际上 我认为呢 现在全世界的访民呢 都已经就是组织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完全可以交互 就是交替掩护打击 比如说 我负责向中共 发这个警告 而我的一个朋友 对中共恨之入骨的一个访民呢 就负责呢 对中共实施这个打击或者警告性打击攻击 这样一来呢 即便中共掌握了线索 比如说 把我的警告或者威胁的信件提交给美国的警方 美国警方 其实呢 也查不出来 更何况呢 他们心知肚明 全世界的警方都知道 中共作恶夺端 伤害了太多的中国人 因为在全世界 你都没有这个访民到自己本国大使馆去抗议的景象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景象 只有中国大使馆 常年累月的 比如说纽约大使馆 都有一些访民在那里抗议 还有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等等 都经常有一些访民抗议 而且呢 访民呢 已经成为海外抗议 这个中共领事馆最多的群体 我认为他们该这个与时俱进 从这位巴西守雷大侠那里受到启发 改变方式 讨钱的方式了 光靠传统的抗议方式 已经讨不到钱了 就我所知 过去几年的访民 不管是在美国的 在欧洲的 还是在南美的 在非洲的 都很难得到钱 而且呢 对于这种行为呢 我相信呢 世界各地 自由世界的警察呢 都会多半都会采取 不管不问 或者懒得过问 因为他们毕竟呢 是有一些基本正义感的 他们知道这些人攻击中共呢 是有真 有就是说呢 真实的 这个原因的 也就是说 有可以原谅的原因的 美国警察呢 并不是拘泥于这个司法程序 他们是凭着良心 来执行公裁 也不错了 对于这个司法程序 都会执行公裁